若是他日萧衍之对不起你 你能不能跟我 不能 他是他 你是你 我们只能是兄弟 赵钱听到自己心碎的声音 但最后 他反而释怀笑了 果然 没有希望 才不会绝望 多谢你四大好礼 我承诺过 除了命 你以后可以向我索要任何一切 这个誓言 一辈子作数 他所说的誓言 是逃荒路上 他对他的沉默 誓言太重 宋锦眉心轻颤了一下 我能再看看你真容吗 我怕时间长了 之后你已真容试任 我怕我会认不出你来 前一次惊鸿一瞥 其实 他没有记住他真容的模样 他想记住他的容貌 一辈子藏于心里 宋锦很犹豫 最后 还是背过身躯 从空间里 引流一点灵犬 抹干净脸 再转回身子 当赵钱 再次看见他的真容时 黑眸紧紧锁定他的脸孔 认真的将他的眉 眼 唇 五官的每一道轮廓 全都映入脑海中 宋锦没有给他看多久 你 保重 你 保重 很简单的三个字 如一把无情的刀 斩断了赵钱一恋的眸光 也挥断了他心中所有脸衣 你也保重 等他发现自己离开狠黑村时 一人身影 已不在 爷啊 你真喜欢 为何不 为何不直接将人绑了带走 就算得不到对方的心 得到对方的人 也好过难受 自古帝王抢女人 还少吗 最后 那些女人 哪个不是都爱上帝王 绑他 我想 但我不敢 最久的那些日子 他何曾没有冲动 想过强行战友宋锦 让他变成自己的女人 一个 他不是畜生 第二个 他不想宋锦恨他 爷 我不想从他眼中看到失望 他现在最想看到的 应该是我成就八业的模样 宋锦送给他的十发连弩 糖刀 火药 解药毒药 卡血药四大毫里 每一个都是希望他成功登上帝位 得不到 那就让他看我成就八业 周望着很黑村的方向 赵乾目光幽远 赵乾离开了 小眼之没有去送赵乾 在院子里等着 是想给宋锦与赵乾一些独处的空间 确实离开了 日后有机会再见 我们可能 就要对他行跪礼 喊他一声 陈王了吧 陈王 为何是陈王 为何不是锐王 端王 宣王 康王 晋王 等其他 陈字代表帝王 这个字可不是谁都可以用的 宋锦听了萧衍之问话 这才回过神来 惊悚反应过来 自己说漏嘴了 其实我会一点占占卜 昨夜我夜观天象 发现紫微星发亮 陈字又是紫微星乌宇 帝王的居处 我若没断错的话 他会封为陈王 害怕萧衍之再追问 宋锦嫌弃的口吻道 说起这事 我要说你了 紫微星附近的天全星 怎么还是暗淡无光 你可是天全星 未来做首府的人 天全星不亮 怎么当首府 赶紧回屋去念书 我还指望以后 做首府夫人呢 你说什么 萧衍之被宋锦 莫名其妙训斥一顿 本还一头雾水 可是当他听到最后一句 闲心乐风了 你这话意思是 你愿意嫁给我了 我说过嫁你吗 我只说我要做首府夫人 太好了 你等我 必须等我 我一定会让你成为首府夫人 说完 他冲动地握住宋锦的右手 不仅忘记了警告 还狠狠在宋锦手背 轻了一口 说过的话 如泼出去的水 你可不准食言 我现在就去闻书 等我 这个首府头衔 我一定拿下 我一定会让你成为皇宫以外 最尊贵的夫人 一整日间你愁眉不展 身子不舒服吗 他最喜欢数钱了 每次他数钱时 都笑得见牙不见眼的 今日实在太反常了 他忍不住怀疑 他是不是小日子来了 还别说 萧眼之还真的猜中了 宋锦确实是小日子来了 心情不好 有这一原因 最主要原因是戎狄来犯 阿姐 你是不是在担心赵兄 赵乾离开一个半月 走水路 若一路顺利 应该已进京城 说再顺利 相信不久 全天下都会传出他恢复身份的事 你想什么乱七八糟的 我担心他做什么 他没有想照前 只是在想 接下来 因为他乱套的剧情 会如何发展 萧眼之莫名其妙 成了他的男人 心里边总有点不安 他总有一种 会突然跳出一个厉害的女人 来跟他抢男人的错觉 他的直觉向来准确 把你手伸过来 袖子撸起 小眼之浓密的睫毛 颤了一下 但还是老老实实 心里窃喜伸出手 袖子撸起伸向他 一个半月 他给他换药了五次 五次他都快忍不住 想对他语举的时刻 他就会提前让他撸起袖子 然后在他还没有长好的牙齿印上 再次狠狠咬上一口 留下新牙印 连着被他咬了五次 他的两只手 不仅留下了两个他的专属烙印 到现在都还疼着 宋静一点不客气 在小眼之手臂伸过来那刻 低头 就在原来牙印上狠狠咬上一口 你的双腿手术快满三个月了 缝合书我看着 也闭合长好了 骨骨干也恢复得不错 从今儿起 不必再换药 而且打明日起 你要开始下地做附件 每日练习走路半个时辰 拐杖我都给你量身钉做好了 他每日给他喝一壶灵拳 这腿再不好 都要对不起灵拳了 要知道 他之前才喝两囊灵拳 便一惊法髓 泡几次灵拳 脸上斑点都全消失了 小眼之突然听见以后不用再换药 瞬间脸都白了 这就不用换药了 我的双腿这样就可以了 不必再多等一些时日了 不再换药 他如何找借口与他亲近 他能与他发展至今日 可以说全靠这双腿的功劳 宋静见小眼之失望的脸色 哪还能猜不出他心思 好气又好笑 我说了不用便不用 难道你还想继续贪着 让我伺候 欺负我不成 小眼之紧拧住唇 很想点头称是 他就是想欺负他 甚至还想欺负他一辈子 金满楼自从推出火锅之后 一跃成为永福县第一酒楼 不仅如此 金掌柜听了宋静的提点 迅速在南边 排名前五富裕的五个府城 开启了分楼 这不仅让金掌柜 数钱数到手软 宋静的香料买卖 也越做越大 将作坊对门照前房子 单独做成豆腐作坊 还将开完荒地 无事可做的全村壮劳力 全部拉入作坊 仅仅几日 小作坊摇身一变 从原本只有三十几人 夫人姑娘的作坊 人数壮大几倍 涨到两百人 在照前离开后的 短短一个半月 破烂的狠黑村 完全变了模样 不仅两个作坊热闹非凡 满卖如火如荼 村口老井边 也种满了花花草草 萧远之的院子 更是变成了 孩子们十字的私塾 我认为是变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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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